本周新闻摘要 欢迎收看NIA News 由于加上外籍看护工来台前 多景接受基础训练 却不具有专业的护理知识 加上近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升高 疾病管制署之前制作 一般民众手部卫生 中文及四国外籍语文 印尼语 泰语 越南语 菲律宾语 微教宣导 于1月30日重新上架 卫生福利部 脸书粉丝专页 宣导重点包括 洗手50机 以图示 文字说明干洗手20到30秒 及失洗手40到60秒的 正确洗手步骤 方便外籍看护理解 对民众则说明手部清洁 容易忽略的死角如 指头 指缝 手背 手腕等 应在餐前 侧后 接触病人前后 做到清洁的失措 冲锋 擦五步走 武汉肺炎造成台湾口罩大缺货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2月3日晚间宣布口罩 2月6日起开始实名制购买 为分散购买 财身份证单末码 单双号分流 双号周246 单号周135购买 星期日则都可以购买 2月4日起 世大超商停售口罩 2月6日起 开始实名制购买 一片降价为5元 需持健保卡在全国6000多家 健保特约药局购买 使用健保卡插卡 每个人在7天内先购两片 外籍生和外籍工作者方面 健保署署长李博章表示 只要是合法在台的 满6个月都会有健保卡 因为没有身份证 所以可以持居留证购买 比照看身份证末码办理 而至于未满6个月的 则会再公布配套措施 谢谢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